各位朋友早上好 我现在的位置是许昌 大家看到我身后里这座古城了吗 这里就是曹魏古城 因为昨天晚上陆珠宾馆休息比较好 所以清晨我就来到了曹魏古城的河边走一走 那么今天我主要是对朋友们关心的我的一个主要问题 来给朋友做一份项 我出发几天来 在我所发的视频里留言下方 许多朋友给我提出来一个问题 那么这个问题就是以你这个年龄 一个车去沿国境线自驾游 不是有风险吗 那么有风险你为什么不接个办 为什么不让你的夫人一道同行呢 所以啊 我想今天借这个机会啊 就给大家聊一聊这个问题 首先 我夫人不能与我同行 有一个重要的因素 就是我现在老岳母仍然健在 老岳母啊 九十多岁了 虽然说啊 身体比较健康 自己啊 也能够自立 但毕竟是 中国人啊 父母在 不远行 而且啊 老岳母年龄九十多岁了 家里啊 也确实需要照顾 虽然说老岳母啊 暂时没有跟着我一块住 但是啊 毕竟 我夫人她子妹少 所以啊 她 也得考虑到老人的关系 不能与我同行 那么为什么呢 因为我的 这个旅行的时间 是比较长 路途比较远 那么在这个路途当中呢 有一些地方 是交通不便的 所以啊 父母在 不远行 也适应 我这个家庭 其次啊 就是我的夫人 没有上过 西藏 没有到过 雪域高原 当然更没有走过 二一九国道 这一次 我再去西藏 那么已经是 在三年内的 第三次 进入西藏了 而且啊 二一九国道 海拔 有一段 达五千四百公尺 所以对人的 身体的健康要求 和适应能力 非常强 也就是说 对人的 身体的承受 强度 非常的强 所以我啊 也征求过 我的夫人 能不能跟我通行 她也告诉我啊 她到高原上去啊 我没去过 如果到那里 我一旦适应不了 那么我需要回来 那么你的行程 也就中断 所以考虑到这个情况 还是你自己去吧 因为你 已经去过 也适应了 高原的 这一种 环境 所以我夫人啊 没有与我同行 即便将来有条件的话 能不能 和我再一同 进入高原 当然她 要走这一道 也必须 有一个适应期 这个适应期 那么就是 逐步逐步的 能适应于 高原的气候 高原的环境 才能走上 血液高原 所以啊 这不是 一天两天的事 这是第二个原因 那么朋友 肯定要问 你高原上 西藏 219国道上 可以不带夫人走 因为路途远 环境需要适应 那么平常 你就不带着夫人 去旅行吗 在这里啊 我可以这样说 只有短途地 出去旅行 十天半月 像江苏啊 你像在省内的青岛烟台 你像到安徽啊 到晚南 这些地方 我们都一起去 两个人在道上 说说话 拉拉寡 看见好吃的 一道吃点美食 看见好的风景 彼此留个影 这不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啊 这个都能做到 而且都已经做了 说到这里啊 可能有的朋友 在想 你自己旅行 可能夫妻关系啊 不一定太好吧 在这里 我可以告诉大家 我们夫妻关系啊 非常好 毕竟 到了这个年龄呢 都非常的珍惜 而且经过 这么多年龄 一起生活啊 无论在性格上 生活习性上 都已磨合成性 所以啊 在这里 我可以坦率地告诉大家 我们夫妻关系啊 非常好 我自己自驾旅行 而非我们夫妻关系的因素 主要是我刚才谈到的 那些因素 大家看一下 这是许昌的曹魏古都前 非常漂亮 非常美 大家对三国都略知一二 因为曹操在许昌 留下了许多的故事 许昌 也是汉文化的 重要发祥地 好 让我们走进曹魏古城 去看一下 曹魏古城 早上的曹魏古城啊 应该是商家 大多都没上班 好 让我们进去走一走 看一看便是 现在我走进了曹魏古城 刚才我与大家谈到了 我夫人不能与我同行的主要原因 这个给大家都分享的比较清楚 但是不同行 不能说不同在 为什么 这是因为啊 无论早上 中午 或者晚上 我们都有通话 或者视频 彼此了解 我住在什么地方 我都给他发个定位 让他对我所住的地方 都清清楚楚 这样啊 不管我走到哪里 我总感觉到 他就在我的身边 所以啊 当姥姥的时候啊 人民常说 老伴老伴嘛 姥姥就是个伴 这个社会啊 你说靠谁啊 靠亲戚 靠朋友 靠孩子 能靠得住吗 只能靠自己的老伴 所以啊 我就这么想 老伴同行也好 不同行也好 但是 自己与他 无事不在 这才是重要的 好 今天早晨啊 我就与大家 分享到这里 把大家的疑惑 把大家 对我的关心 我都分享出来 好 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 谢谢大家